刚才右边的头痛了一下, 看到天上飞铁在华盛顿上空转, 在华盛顿上空转, 我怎么看到奥巴马小明明的? 然后川普,还有希拉里, 他们每个人都在讲同百姓人有关系, 实际上他们有没有关系,实际上没关系, 我告诉一个秘密,他们实际上没关系, 他们在西藏城市,实际上没关系, 为什么是有关系呢?他们不是要做美国的领导吗? 更要做世界的领导吗?领导就是领导, 领导就是各个方面要通过他来打交道, 你看外星人也要通过他打交道, 也外星人都要找我来通过他打交道, 所以我就当之无愧,可以成为美国的领导在那, 他们也扑弃地想希望得到一些飞碟的知识, 也扑弃地知道一些外星人的信息, 突然最近有人向他汇报了外星人的信息, 出一个叫酷伪中正的, 他挖出了好多外星人的信息, 挖出了好多外星人的信息, 他们正在研究,奥巴马也在研究, 希拉里也在研究,川普也在研究, 他们都在研究这个资料啊, 首先他们判了这个证伪, 一般的考虑的证伪, 他这造假也走不出来, 看着说的头头是道的, 他们现在,现在他们在挪力去除掉他脑袋里啊, 他们曾经在脑袋里灌出进去的那个, 同我这个领导出来的那个, 太不一样的那个飞碟的信息啊, 他们农着现在要把那个脑的东西, 把它掰出去, 呀,难道要说头痛啊, 这个头痛,要把脑的信息要掰出去, 以前藏着他脑袋里的那个, 所谓的他们印象当中的那个, 印象当中的那个飞碟的印象, 掰出去,把酷伪中正淋卖出来的, 那些飞碟正能量的信息藏进去, 以前人家告诉他, 弱缝能量的, 哎呀,地球人要入行地球了, 要再给地球灾难了, 要把太阳吃掉了, 哎呀, 当时听了一个每个领导人, 听了心里那些想当领导的, 也就是说想当那个总统啊, 或者什么, 他们都心里有点着急, 万一万一外星人来, 来入侵了地球的时候, 人家大家都退进美国来, 出来应战的时候怎么办呢, 他们都有这个单元, 现在听酷伪中一讲, 这是多个正能量的, 那不是我可以趁机可以利用这些正能量, 利用于把世界人民服务, 不是很好的事情吗, 所以啊, 这个时刻, 川普很愣着说, 有机会我同他好好谈一谈, 我有机会同他好好谈一谈,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, 这个方法可行, 尤其我们在美国好好发展一下, 在美国搞几个飞铁降落基地, 也不是挺好的吗, 诶, 诶, 川普的那个度日万全挺的感觉啊, 这也很好啊, 我们在美国度见几个飞铁的起降基地, 这不是就证明了那个, 外星人从美国打交道吗, 我们要想的就这些嘛, 好, 很好, 我们继续关注他, 好, 再见啊, 好,